飲食時期 這時段很划算 是否要叫多少個也是可以的 對 總之約2.30至5時 這時就用了這10元精酸點心 嗯 嗯! 很好啊 這個盆子是否可以吃的? 對! 是不是炸的? 雖然看起來比較油, 但真的份量很多 嗯! 其實也蠻香的 其實吃起來是不油的 可能是因為XO醬味蓋過了 少少微微辣 但味道真的蠻好的 還有蘿蔔的甜味 是可能翻整過 不知道, 但味道是好的, 淋了少少 只有蘿蔔絲, 但就是淋了, 所以口感沒那麼好 嗯! 十斤粥就是一人份 我看到別人家看的雞米都會超好吃的 其實不是很大碗 而且剛剛可以吃多一點 嗯! 我覺得這個粥偏淡 很淡, 很好吃的 而且, 材料都沒有什麼味道 白色的就是豬皮 然後這個就是, 應該是燒鴨皮 但就很淡 還有那些花生是硬的, 生花生來的 這個一般 一般 我超喜歡吃韭菜豬紅 但為什麼這個這麼辣 對 有一點胡椒 為什麼這麼辣 很硬 對, 很稠 完全不是那種滑的 蛋等 辣就不是很辣 味道是很正常 但是 很淡 這個燒賣很綠 這個燒賣好像很健康 對 咦, 很硬 它很硬的嗎? 對 真的硬的 哈哈哈 真的比較健康 我覺得比較淡 然後有很多蔬菜的味 夾下去很硬, 吃下去就沒有夾下去這麼白 但是也比較實在 對 味道很好吃 很好吃 又是有馬太, 爽爽的 這個味道不淡 現在我們點了五款 我覺得這個牛球是必點的 最好吃是這個 第二個呢, 蘿蔔糕 對, 第二個蘿蔔糕 因為其實只是軟了一點, 但是軟了也沒問題 它的味道可以平 對, 它是香的 然後味道調得不錯 然後我就會把粥放在最後最後 但是呢, 其實那三個呢 都可以自己放在裡面 我覺得 我覺得豬紅的味道還算可以 然後那個燒馬呢 還有那種蝦是彈的 但是那個粥真的沒有味 不過因為我太喜歡吃豬紅了 它是硬的, 我真的覺得不太接受得到 好啦,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排序 OK 牛肉是第一 蘿蔔糕是第二 其他是第五 哈哈哈 你呢? 我就是牛肉球, 蘿蔔糕, 其他第五 哈哈哈 不要放決定 是燒馬, 豬紅粥 燒馬, 豬紅粥 雖然我們不斷挑骨頭 但是因為價錢是放在那裡 對, 這個價錢你想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錢 然後這個環境, 這個質素 完全可以 是超值的 其實味道是沒什麼問題的 主要可能是口感或者質地有一點點 微理想 對, 沒錯 我們比較推薦牛肉球和蘿蔔糕 好, 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 可以在校尾高班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 拜拜 拜拜